- 张老师您是哪年来美国的呀?- 八九年。- 八九年,一晃。- 三十年。- 今天正好三十年。- 当时是什么原因来美国呀?- 为了加强现代文学习。- 是来读书来的?- 对,留学学习现代文,在纽约的Massagoran School。- 对,据说您是上海芭蕾舞团的编导,那个时候是吧?- 对。- 三十年前。- 三十年前。 - 那么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年了,后悔吗?- 没有。- 为什么?- 因为我觉得这里就是两个原因吧。- 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既然做了这么一个选择。- 而且我能够在美国这块西方这块土地上,我能够继续干我自己想干的事。- 这是一个我不会后悔的事情。- 嗯。-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, -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,你还是可以做到你想做,你心中有的计划。- 你可以愿意做的事情,你有的计划可以实现这么一个环境。- 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不会后悔。- 您只是因为专业的原因而喜欢留在美国呢?- 还是美国的其他方面?- 当然其他方面也是我所喜欢的。- 比如讲美国的整个社会环境。- - 比较就是,怎么讲呢?- 感觉到就比较平等。- 你没有什么高贵的人,看不起地下的人。- 无论你干一样什么工作。- 大家都是非常互相之间有一个尊重。- 有一个人与人之间的- 最应该有的一个维持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东西。- 这是我所非常欣赏的。- - 因为什么原因。- 然后你搞我,我搞,你搞来搞去,搞得不可开交的这种现象。- 我是没看得不多。- 可能在有些美国的公司里面会有这种情况。- 但是从我的周围的角度来讲。- 我觉得这个三十年我过的心情还是比较舒畅。- 很愉快是吧?- 对。- 好像您,我看您那朋友圈啊,发照片什么的。- 您最近回趟国。- 您有没有想过?- 假如您不过的心情还是比较舒畅。- 很愉快是吧?- 对。- 好像您,我看您那朋友圈啊,发照片什么的。- 您最近回趟国。- 您有没有想过?- 您有没有想过?- 假如您 不来美国,现在会什么样?- 这很难去具体的说清楚这件事情。- 就是您的那些老同事啊。- 对。- 他们现在。- 我们的,呃,我,我是上海市舞蹈学校第一届毕业生。第一届,也就是说中国上海巴黎舞的第一届元老。-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,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是特殊的年代,文化大革命。- 我们毕业的时候碰紧, 正巧碰紧,文化大革命。- 所以我们的那个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巴黎舞剧,就是《白猫女》。- 那么我也是这个白猫女剧组的一个成员。-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,这个我们的一些同届毕业的一些同学,都是这个剧组的演员。- 然后剧组成立以后,过了几年以后,改名为上海巴黎舞团。- 那么这个上海巴黎舞团这批老演员, - 像我这样的这个背负的这些演员,全都退休了。- 全都在退休,没有一个在现在在- 他们都在过着退休的生活。- 工作岗位上。- 你现在还在做呢。- 对。除非有极个别的人,他们在国内也在办舞蹈学校,或者说还在从事这个专业。- 但是一般的来讲,绝大部分都早就退休。- 而且不是这两年的时候好早就退休。- 我们有规定60岁必须退休。- 而且巴黎舞演员, - 你可以像我那个时候大概总理规定,你跳不动了大概到三四十岁就退下来了。- 您不一样,什么意思是编导啊,你可以干了很久啊。- 对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,怎么讲呢,我唯一的有一个遗憾的地方。- 就是因为我自己出来以前就是舞剧唱诗作,舞剧编导。- 那么我很愿意在这个我自己这个舞剧编导的这个专业, - 能够有所发展。- 那你到了美国以后呢,这条路就等于是给堵上了。- 为什么呢?- 因为当时来美国,第一个目标是学习。- 第二个目标,你才是学完了以后,你才要去发挥你的特长。- 但是如果你从你的背景。- 譬如像我们这个背景,譬如像是中国人。- 对不对?- 那么 - 刚到美国很陌生。- 你对这个国家,整个这个国家的文化、社会,你都是不了解的。- 你有一个熟悉的过程。- 然后你的家庭,家属又陪你过来了。- 然后那你要去take care他嘛。- 儿子也过来了。- 他有一个念书的问题。- - 去进一步的创。- 怎么创呢?- 创作。- 我不是创作,是闯入,譬如像闯入美国的一些舞蹈团体。- 看看我能不能有机会。- 我能够为美国的舞蹈团体里面,专业团体里面。- 创作一些东西。- 做一些我应该做的工作。- 我能做我力所能见能做的工作。- 无论是做balley master也好。- 或者是做排练者也好。- 或者是做排练者也好。 - 如果有没有机会给你搞一些创作也好等等。- 这些都是我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。- 但是由于家属来了,那就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- 因为一个芭蕾舞团它是周游全球。- 它会离开你家一年也很长时间。- 所以呢你不适合我现在刚到美国的人把家里都不管了。- 像以前在上海,你要去搞操作。- 你一辈子一卷,你往团里面。- 你要去搞操作。- 你一辈子一卷,你往团里面。- 你要去搞操作。- 你要去搞操作。- 你一辈子一卷,你往团里面。- 你要去搞操作。- 你要去搞操作。- 你要 - 你家里一住,家里就无问题。- 对。 对。- 不会那么全世界统路。- 对。- 对你会有后骨交,不方便。- 不方便。- 你要出事了,加上种种原因吧。我们需要,还是需要在一起。- 所以这就形成了就是最后决定还是搞教学。- 这么一个图形。- 那么从这个愿望上来讲呢,就是说,如果你在上海继续你的编导的专业的话。- 说不定你还可以。- 在专业里面。- 你在上海继续你的编导的专业的话。- 你还可以。 我没出来这么多年的一遍 为上海八段再做件事 做件事 我特别关心一件事 您是一个资深的芭蕾舞的编导了 那么您孩子也是继承副业了吗 您儿子 没有 因为他呢 就是我们搞这个专业的人 对这个专业很了解 就是说 这个芭蕾舞不是人人想搞 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专门家 专门行家 他有一定的体系的条件 比如脚背好不好 腿能不能伸直 软度怎么样 开度怎么样 力度怎么样 反应怎么样 节奏感怎么样 乐感怎么样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那我从我的眼睛观察一下儿子的话 他不具备 所以就不必要再去 别费劲了 狼狈时间了 对 好 谢谢您 谢谢您 希望您在美国生活得更好 好 希望你们东西方能够越来越好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张老师 非常感谢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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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